我们曾经很好 然后的确我曾经有跟她借钱 然后我们因为很久也没有联络 因为她也很忙 毕竟她是艺人 因为我是自己白收起家自己创业 所以的确有调度困难的时候 那我也曾经想要借过款 今天早上发生这个事情 我跟小琪姐我也跟她道歉 就是因为我个人的私人的事情 然后影响到她 那她也很生气 因为对方 其实她不认识杜先生 我跟她交往这六年 杜先生都没看过 她也不认识 那是杜先生呢 因为跟我分手之后 就从她的粉丝也找到她 然后一直在毁灭我的人生 那小琪姐跟我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可能就听她片面致辞 然后她也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 那她也没想到杜先生 把她跟她的对话弄上去 其实她也是相当的不高兴的 自封包汤女神的网红 罗莉莉台莉近年来窜红 不但出版包汤食谱 还自创料理包品牌 没想到18日却爆出以周转为由到处借钱 且赖账千万 就连歌手辛小琪都受害 痛批她人格有问题 对此离台莉今日下午也出面说明 我是一个家暴案件的被害人 那我有保护力可以证明 这是我的保护力 那今天早上我看到报导 媒体是写A先生 那我不晓得就是为什么媒体公开我的名字 却不公开对方的名字 她信度那她不敢公开她自己名字 她不是不敢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吗 那既然她如果她提的任何的控告 以及行为是如果是正当的理由 为什么她不敢对自己的名字 好好付出正当的行动 那我们是已经持有保护力了 是不可以透过任何方式做出骚扰的行为 那目前也已经有民事诉讼的官司 那杜先生又透过公众的媒体发布假消息 那难道只因为我是一个做公众相关的事业 所以她就可以滥用媒体做这些举动来污蔑我 那这已经构成一个典型的违反家暴的行为 那我也希望就是各位媒体人可以写住我 希望不要成为她利用的工具 那我因为爱一个男人呢 共同生活了六年 那对方也因为承诺呢 要照顾我跟我还在赌书的女儿 那因为对方其实是多次劈腿 她已经是惯犯了 然后我最后是因为忍无可忍 所以我才会提出要分手 那你跟辛小琪关系好吗 怎么会去跟她借到钱 我们曾经很好 然后的确我曾经有跟她借钱 然后我们因为很久也没有联络 因为她也很忙 毕竟她是艺人嘛 那曾经我的确我在五六年前 我曾经是就是比较 应该是七八年前不好意思 应该是七八年前 那我曾经的确是我在 因为我是自己白手起家自己创业 所以的确有调度困难的时候 那我也曾经想要借过款 那一直都是在分期付款当中 并没有像她讲的 那我今天早上发生这个事情 我跟小琪姐我也跟她道歉 就是因为我个人的私人的事情 然后影响到她 那她也很生气 因为对方 其实她不认识杜先生 我跟她交往这六年 她杜先生都没看过 她也不认识 那是杜先生呢 因为跟我分手之后 就从她的粉丝业找到她 然后一直在毁灭我的人生 那小琪姐跟我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可能就听她片片之辞 然后她也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 那她也没想到杜先生 把她跟她的对话弄上去 她其实她也是相当的不高兴的 对 我没有到处借钱 那是哪个亲朋好友啊 因为她现在就是尽量在用 她要把我的人生弄着 就是我到处借钱 我是一个当努力人 所以她想要断掉我的所有社会资源 我想她的用意就是这样子 对啊 她就是要利用这样的方式来 来这个毁灭我的人生 这下午 请订阅她们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你们